中央社记者杨明珠台北一日电台湾高座台日交流协会副理事长何春树 今天出席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找田干夫主持的受勋传达士 他表示判日本协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88岁的何春树今天在台北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找田手中 接过日皇名人颁发的旭日小寿章及旭薰证书何春树至此表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说台湾是日本有共同价值观和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 他认为日本曾在旧金山合约中放弃台湾的所有权 却没说明归还于谁 因此期盼日本能堂堂的对世界说出 基于联合国宪章将台湾主权归还台湾民众 他说如果能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台湾人将永怀感激并报恩 他也希望日本能帮助台湾加入由日本主导 以由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11 改名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国际组织找田至此表示 何春树于1943年14岁当年被选为台湾少年工而远渡日本 身为优秀的机械工 在高座海军工厂日本神奈川县等地从事驻海军的战斗机制造 在物资缺乏的战时曝露在美军轰炸与机关枪扫射中 何春树凭着高度的技术与忠诚认真工作 获得上司与同事的信赖 贡献卓越和春树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返回台湾 任职于信用合作社 1982年与当年海军工厂时代的友人成立台湾高座台日交流会 以赴理事长一直辅助理事长李雪峰 赵田表示台湾高座台日交流协会连续三十届 每年盛大举办全国大会 并热情款带来台参加年会的日本访问团 在每年的访日及每十年举办一次的台日联合高座大会活动中 何春树以赴理事长身份积极参与 赵田赞誉何春树从1969年起担任九年的台中市议员 并从1993年起曾在国民大会担任三年代表 协助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致力于台湾民主改革 授勋仪式结束后 何春树特别像会场上摆设的日黄名人看力的照片局公志 一 他对中央社记者表示 能获班勋章感到无比荣幸 回忆少年时期 他不认为当时很苦 反而觉得能通过考试 被录取当上少年工制造战机是很有成就感的事 授勋仪式上 有六名从日本前来祝贺的日本高座日台交流协会的日籍人士 何春树的侄子 台中市议员何敏成吉前立委何敏豪等亲友也前来官吏 智贺何春树目前担任李登辉民主协会理事 台中市府顾问 2011-2014年间曾担任台日文化经济协会的李氏